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今天的学习主题是 清代的社会文化 学习重点有两个 第一是探索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组织 第二是探索汉人家族社会的生活与组织 小丁与小当穿越了时空 来到清朝时期的台湾 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发现呢 今天我们要了解 清朝时期的台湾有哪些族群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清代台湾各有两个重要的族群 一是原住民族 第二个是探索的移民 原住民族的生活与组织 原住民的部落 通常是有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所组成的 部落里的成员 在祭典、狩猎等重要事物上 都有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片中就是阿米族在封年纪时 泰巴朗的头目由部落青年扛叫进场 目前经过行政院认定的原住民族群 总共有16个 他们由南到北分布在台湾不同的地方 不过在早期 原住民在台湾的分布更广 族群数量也更多 远远超过16个 不论是住在平地或者高山的原住民 各个族群都有不同的社会组织以及生活方式 贝南族的少年满12或13岁时 就必须进入部落的会所 接受谋生和体能等训练 图片当中的圆形小屋 就是12到18岁的贝南族少年 接受部落家喻的地方 他们的体能训练内容包含了跑步、摔脚与伺候等项目 希望少年们能成为勇敢又手自律的真男人 之后 他们就需要负责处理部落当中的共同事物 例如服事长老 还有处理杂役、传利等工作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刻苦耐劳 自动自发、服从命令的人 台湾族人自称是太阳的孩子 在社会组织中 由头目领导平民 头目拥有部落当中的土地、河流以及猎场 是部落的统治者 负责处理部落当中的重大事物 图片中是东排湾族的传统家屋 部落头目的石板屋更华丽 他们也享有用特殊图案装饰衣物 以及房子的专利权 甘马兰族是母系社会 他们由长女继承家里大部分的财产 甘马兰族的社会组织讲求平等 没有阶级之分 原住民族中 不论是母系或父系社会 从角色的分工来说 男女是平等的 汉人移民陆续来台开墾后 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移 再加上双方通婚的影响 原住民逐渐汉化 缺弱的人数不断萎缩 因此在清朝时期的台湾 也逐渐转变成以汉人为主的移民社会 由于地理维持相近 清代台湾的移民 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福建和广东两省 清朝初年 政府为了防范反清复明 实施了渡台禁令 禁止移民携带家眷来台开墾 同族或同乡的人接办来台后 大多聚集在一处 互相照顾 也因此形成了同乡聚落 清朝中后期 开放了家眷来台 自此以后 许多家庭可以来到台湾 展开新生活 来自各地的移民 由于语言 风俗 习惯有明显的差异 相处时难免会导致误会 有时为了争夺土地 学员 工作等 大小冲突 层出不穷 导致社会混乱 家族是传统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 在政府比较不稳定的时期 是维持社会秩序 不可缺少的力量 汉人家庭中 父母 兄弟 周里 等许多亲属 也都共同居住在一起 通常由年龄 辈分 或者威望较高的族人 来担任族长 平道全族 共同经营经济 宗教 以及政治等等活动 政治方面 官府会借重族长的力量 约束家族成员的行为 经济方面 家族会以购置田产 或做生意等方式 增加家族的财产 宗教方面 除了建造寺庙 组长也会率领家族成员 修建祠堂 在祠堂内祭祖 清朝时期的汉人家族社会 大多以父系形态为主 什么是父系社会呢 它指的通常是男生的地位 比女生高一些 例如说 孩子出生之后 他必须从父姓 女生不能读书 不能继承财产 结婚后 妻子必须冠上父姓 有营养美味的食物 男生先吃 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 过去记录家族成员关系的 祖谱中 男性才有显示姓名的权利 女性则经有姓氏出现 汉人家族 提供成员安全感 和认同感 也教导主人修身其家 扮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像是父子子孝 胸有低功 就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虽然历经社会演变 许多过去的生活习惯 与价值都发生了改变 这些珍贵的文化资产 是我们寻根溯源的重要依据 值得我们仔细了解与珍惜 谢谢欣赏 嗯 我认为我们试试数字在看 我们的试试 可以让我们试试